3,2,1,来吧 我回来了 玩具TV第20季第一集 刚介绍完转瞬间的电换角色 古阿郎之后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风情画 首先看到的 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岩岛神社大了居 在这里我要名借Futokosan帮我砌 谢谢Futokosan 这是三星星470件 另外 470件 是的 我老婆砌得很爽 其实这一个Kimono Girl 本身NATOBLOX有一些公开的比赛 就是真的导致的 这个得掌者叫Win Lily 砌了这个和服女子 亦都成为了这个产品 这个是两星星90件的 或者也可以逐个逐个看 或者我先看了这个料居 如果大家有去过这个岩岛神社 其实都会觉得是做得相似的 看到本身海的波浪有些件 鸟居 后面的神社 本身的距离都是完全在现的 见数不多 但也可以将它的特色在整块东西弄出来 你刚才说四百多粒吗 四百七十 也不能说不高 你真是砌到眼睛 所以我便交给弗德河神 但就这样看不像有四百多粒 所以你猜不到它 三粒星星 因为你本身全是小粒 后面底座又要砌很多东西 下面一层 两个Layer 明白明白 如果真是很挂着香下的 我想够多少水 不妨洗一洗它 继续一整个下午也很爽 好够多人 是一个小银 没那么孤独 好 然后简单一点 也不用拿走 放在旁边 也好 后面 接着这个是何年的 对了 和服女子 看到它本身也有可动关节 是的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我都不知道原来Nanobox是有这个关节 有波哨的 厉害 多么可爱 整个头执了 还有其实它是一个艺术 对了 所以面是领色白一点 在京都 如果幸好走过 会见到不少 还会见到有一几个那些 嚇死我这两个 哈哈哈哈 看到和服和后面的包袱仔 那些头饰 手拿着那些小换衣 那对鞋子很好 那对劇仔 你一百块留下砌到 其实也挺爽的 对了 还有多一句 这个是一个玩家 Will Lily参赛的作品 将它这个产品化 所以变成了一个玩法 也挺个人的 好 转瞬间介绍了 六件的Nanobox 我们不会让它停 今晚的《積木之夜》 是否差不多 赞过一段落了 对了 接着就给大家一些硬派的东西 对了 稍后见 我们硬派的 我们硬派的 字幕志愿者 杨贤